不知大家有沒有在網上聽過一分鐘的港度 你可能說有沒有搞錯 五分鐘零收我都覺得無法接受 一分鐘講到簡直是穩定 那又未必 講到這件事就不是講得長才好 講得短其實是很難很難的 在過去一年裏面我們做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 逐章逐章 又不是逐章的 逐本逐本看完了十二小先之書 總共有六十七章的聖經 我們不多熟悉的聖經 我們將六十七章的聖經濃縮了 變成三十二篇的港度 現在我們講完了兩個星期前 我又將三十二篇的港度再濃縮到五篇的回顧港度 所以今天是第一篇的回顧港度 所以我們講回到何西亞書 但我們之後還有四篇 所以將三十二篇港度濃縮到五篇的回顧港度 最後再濃縮到五篇的回顧港度 變成十三個一分鐘的港度 可以嗎? 為什麼十三呢?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隱言 再加十二個小先之 每一個小先之有一個一分鐘的港度 當然你要做得精準 是需要一些功夫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篇港度 我們最後會出了兩個一分鐘的港度 一個是隱言 一個是何西亞書 但是在我們未出過一分鐘之前 我們需要做很多的預備功夫 讓大家一起去期待這兩分鐘的港度出現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周六順拜 去年年初我們開始了一個橫跨兩年的港度系列 叫做未來報告 系列的內容是《舊約聖經》裏面的十二小先之 聖教學者相信十二小先之不單止是十二本獨立的先之書 他們亦都是一套經過後期編輯 精心編排合十二唯一的先之賊 經過了一年的努力 兩個星期前我們終於完成了十二本小先之書 去到最後我們驚喜發現 第一位小先之何西亞 和第十二位小先之馬拉基 剛剛好是首尾呼應 將十二位各有特色 事工橫跨好幾百年的小先之連成一體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何西亞開始的時候是怎樣 耶和華對何西亞說 你要去娶一個人當的女子為妻 去到第十二本馬拉基書的時候 耶和華開始的第一句是 我心愛著你們 整本十二小先之賊 其實是耶和華上帝對他半逆子民高唱的一首愛歌 愛歌的內容不是我們會想的 無論你怎樣選擇 無論你變成怎樣 我都永遠愛著你 很多人的誤會 以為上帝對越少人的愛就是無論你怎樣選擇 我都會愛你愛死你 不是 上帝的愛歌的內容是不停地向他們呼喚 你們必須要悔改 從心裡悔改 跟著全人的迴轉回到我的身邊 這首愛歌去到新約聖經 到了今天仍然掛在上帝的嘴邊 呼喚你和我 要迴轉 要悔改 要逃離審判 要領受救恩 跟隨上帝挑選的基督 兩個星期之前 我講完馬拉基書之後 有一位無名事的朋友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朋友可能是未信主的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他說 小先知與我何干 小先知與我何干 讀了一整年了 與我何干 這是一個極好的問題 這是一個最終極的問題 這個問題令我想起 一個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故事 在很多年前的美國 有一幫年輕的基督徒 在西岸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 去開一個新的教會 你要知道西雅圖是一個怎樣的城市 今天我們知道西雅圖就是 Microsoft就在那裡了 西雅圖是其中美國最少人關教會的地方 這幫年輕人想在西雅圖開一個新的教會 這個教會有一個特點 專門去聚集一些暗church 沒有教會背景的人 靠著上帝的恩典福音的大能 竟然有人來 而且他們來完一個禮拜 又一個禮拜繼續來 跟著他又再帶他們 unchurch的朋友繼續來 越來越多人來 去到一個時候 那幫年輕基督徒的領袖 開始問一個問題 他說死了 現在這些人開始來我們教會 但他們又不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些什麼 我們怎麼可以幫他們呢 他說我們可不可以用幾個簡短的句子 去總結我們基督徒的信仰 以致這些新進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走進來教會的人 可以很快速就知道 我們的信仰是什麼 討論完畢 他們的結論是我們可以有四句的宣言 掛在教會裡面 這四句的宣言是什麼呢? The Bible is true Sin is the problem Jesus is the answer And hell is hot Hot and hot 這個就是他們想出來的四個宣言 幫助那些從來未入過教會的人 或者很少入過教會的人 一眼就知道基督教上是什麼 聖經 至真實 罪惡 乃根源 耶穌 遺答案 地獄 火紅紅 於是他們把這四句的句子 變索了巨型的海報 放在教會裡面 有時候我都夢想我們教會都會做這件事 因為一走進來就知道 你們信的是什麼 回到我們手上的問題 小先知與我何干 為何要花上一整年的時間去講小先知 為何你要花上一整年的時間不厭其煩的聽論目書去講小先知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 The Bible is true Sin is the problem Jesus is the answer Hell is hot, hot, hot 這個就是答案 如果小先知書不是聖經的一部分 我不用這麼拼命說 你不用這麼用心聽 如果小先知不是講罪 我不用講 你不用聽 如果小先知不是指向耶穌 叫未來報告 聽到沒有 未來報告 如果小先知不是指向耶穌 我不用講 你不用聽 最後 如果小先知書不是向罪人發出審判的警告 我不用講 你不用聽 小先知與我何干 為何我們要講小先知書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上帝的榮耀 罪的公家乃是死 死後 且有審判 所以我們講完 聽完之後 還要翻炒 還要回顧 還要堅固 以至我們不會忘記上帝給我們寶貝的救恩 十二小先知書 不單止幫助我們去應訊 一、二、三、四 其實小先知書還給了我們一個終極的應用和應許 這個終極的應用和應許是什麼 是第五點 第五點是什麼 匯轉必得救 所以我們現在又要加多另外一個巨型的海報 我們未來的教會有另外一張巨型的海報 五張巨型的海報 The Bible is true Sin is the problem Jesus is the answer Hell is hard And finally You turn Is the way 匯轉必得救 呼喚我們這裡每一個人走進教會的時候 匯改、匯轉、信服 跟隨耶穌基督我們獨一的救主 這個帶我們從舊約的小先知書進入新約聖經 耶穌基督福音裡面的一個終極的回轉故事 我們說小先知書是關於回轉 你知道聖經裡面有一個終極的回轉故事 這個終極的回轉故事也是死而復活 死裡逃生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裡面 我想帶大家去看這個《路加福音》第24章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個故事 《以馬五思路上》的故事 你覺得我早了幾個星期就說了嗎? 應該等復活節才說 但是每一個崇拜都是復活節 因為耶穌已經死了 耶穌已經復活了 復活的大能在我們的當中 《以馬五思路上》的故事 是耶穌受死復活之後 第一個完整的福音見證 《以馬五思路上》,《以馬五思路上》 就是她可以滿足部分 《以馬五思路上》是意了 편 Kun 慈陸 是震撼人心的福音 是震撼人心的神學 我沒有時間逐節逐節再跟你回去看這個故事 但你馬上看到七段的聖經 形成了一個首尾呼應的架構 這個故事是一個什麼的故事? 可能有些人會說 林牧師我記得這個故事 小時候過游教會都經常聽 擺明就是復活節的故事 復活節說什麼? 復活節走進教會裡面說什麼? 復活節最喜歡說就是無望去到有盼望 有很多教會 復活節裡面有些人是 只是復活節師班教會的 你不可以Hardsell這個福音給他 不要跟他說罪了 不要跟他說其他東西 說從無望到盼望 那就正面一點 下個禮拜他會繼續回來的 路加坡24章以馬五世路上的故事 說的是否從無望到有盼望 好像是的 兩個很失望的門復 走啊 然後回到頭很開心啊 是不是? 不是 他在說的是什麼故事? 第一他說的是一個回轉回改的故事 我怎麼知道? A和A' 在A的裡面他們走的一條路 走去以馬五世 我不是抹黑二萬五世 但是他們沒有理由走那條路 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是耶穌會復活的地方 走錯路 你看看最後 A'的時候他們怎樣? 他們 U-turn 回轉回回去耶路撒冷 這個是路加寫作告訴我們 這個在說的是什麼故事? 是一個回轉回改的故事 這兩個人走錯了 走錯了 他們必須要回轉回回去上帝的地方 第二 這個故事是一個從黑眼去到看見的故事 B和B Prime 在B的時候開始的時候 他們的眼睛就認不出耶穌 直至耶穌跟他查完經之後 他突然間看見耶穌 在做那個聖餐的時候 動作的時候 一個從黑眼去到看見的故事 第三 從心慈鈍去到心裡火熱的故事 C和C Prime 這個簡直是一個死亡復活的故事 從罪中逃離 回到上帝身邊的故事 如果你還記得這個故事 你會知道 這兩個無名的門徒 恩著耶穌 非常之哀傷和失望 不過如果你熟悉的故事 你知道 他們哀傷不是因為耶穌慘死 他們哀傷是因為耶穌未能登基 所以他們大失所望 因為如果耶穌登基 他們就發達了 跟著耶穌三年四年 兩年三年 跟著耶穌投資了這麼多時間 在他身上 就是望他做皇帝 我們可以發達 現在真是泡湯 這兩個人有很大的問題 他們的眼睛注目在今生的富貴 他們的心流連在地上的國度 他們不是眼睛看不見東西 他們是眼睛看不見永恆的東西 他們不是心臟不懂得跳 是他們的心 沒辦法為上帝的事情 屬上帝的事情而跳動 你明白嗎 陸家畫著一個屬靈的圖畫 他說這兩個人健康正正常常 在上帝眼中死人一角 這是不是你的光景 你有沒有這樣的傾向 對於眼睛看不見的東西 你很緊張 對於這個世界的東西 你的心勃勃跳 打開一本聖經 睡覺了 他思想上帝說 哎呀 頭痛了 不行了 如果這個是你的光景 在上帝面前你如同死人 你極之需要耶穌基督的拯救 這個故事有一個turning point 有一個轉折點 這個轉折點是D 耶穌基督的福音 耶穌開始跟他們查經 講到這個福音的中心是什麼 基督受苦進入榮耀的福音 這個受苦進入榮耀的福音 正是耶穌的復活神功 令他們起死回生 老加福音第24章第26章第27節 耶穌基督的說 基督不是必須受苦難 然後進入祂的榮耀的福音 耶穌自己在說 他剛剛受死了 他剛剛復活了 他說基督不是必須受這福難 然後進入祂的榮耀的福音 27節 於是他從摩西並仲先知 包括十二小先知 起凡經上所指著 關於他自己的話 都給他們解釋了 耶穌的講道 耶穌的查經很特別 滔滔江水 從舊藥講到去新藥 我們講十節都嫌多 耶穌滔江水在那兩三個鐘頭 三四個鐘頭裡面 不斷跟他們講 不知多少篇舊藥去引導去新藥 耶穌說原來所有的舊藥故事 所有的摩西仲先知的故事 當你正確地去理解 正確地去解釋明白的時候 全部都是耶穌的故事 全部都是十字架的故事 而所有的故事只向耶穌 上帝所應許的君王 只向祂受苦進入榮耀 這是我們的舊主 這是我們的君王 我們這本聖經 是由六十六本書所造成 經過了千年的巨著 一本千年的巨著 當中的作者眾多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其實聖經又是一本 這本書出於上帝他自己所有的故事 而在上帝的腦中最終聚焦在他的獨生兒子 耶穌基督的身上 這個可以說是 Bible 101 聖經 101 什麼意思 是最基本 但是有最重要的讀經解經的原則 整本聖經是一本 整本的聖經都是流向耶穌基督 Bible 101 聖經 101 所以你來到我們的崇拜當中 如果你有小朋友在這裡耐久的時候 每一位小朋友都會拿到一本 免費的 Big Picture Story Bible 這個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什麼叫Big Picture Story Bible 這本聖經也挺大的 叫Big Bible 可以嗎 這本聖經打開裡面 全部都是圖畫 所以叫Picture Bible Big Picture Story Bible 讓小朋友看最適合的 但是另外一個名字的意思是Big Picture 這本聖經給你的是一個大圖畫 大圖畫是什麼 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故事 都是耶穌基督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 最終都是十字架的故事 我們今天去讀聖經很容易迷失 因為我們忘了拜步運、奧運 我們忘了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有一個重要的原則 我們要我們當中的小朋友、中朋友、大朋友 做制度 聖經由頭到尾就是一本書 聖經的作者是三一的真實 聖經的中心是上帝獨生兒子 耶穌基督 替罪人受死、復活的耶穌基督 聖經的中心是耶穌的受死、復活 這個是unlock整本聖經的藥士 你沒有了這個藥士 你進不了上帝的福音裡面 諷刺的是、可悲的是 很多人越去得多查經班 越聽得多聖經講座 越鑽研得多高階的神學 就越來越把這本聖經拆來拆去 分門別淚 失去了 Big Picture 我們再沒有大圖畫的概念 舊約還舊約 河西亞還河西亞 創世紀還創世紀 出埃及紀還出埃及紀 舊約還舊約 新約還新約 新約中還可以說少許耶穌 不過最好多講一些願文 講多一些背景、講多一些應用 十字架可免則免 但是講舊約 就千萬不要講耶穌 舊約哪裏有講耶穌 沒有的,耶穌沒有出來的 講舊約不需要講耶穌 不讓你講耶穌 要像猶太拉比不信耶穌的人 這樣講舊約才是最精彩 神經病 人家擺明不信耶穌 當然不會講耶穌 你要學都找寶羅 學寶羅如何解經 如果我們這樣 好像現代人去解聖經才為正確 那我告訴你 耶穌和他的仕途的教導都很有問題 因為他們就是拿著舊約 說所有的東西都是指向耶穌 我們要問這個很沉重的問題 如果不從舊約說耶穌 如果不從舊約裡面說 受苦進入榮耀十字架的福音 對我們的教會有什麼影響 影響就大了 沒有了受苦進入榮耀十字架的福音 就不會有眼睛明亮心裡火熱的復活帶能 整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裡面說到 最終上帝要的是眼睛明亮心裡火熱 你不准說十字架 你不准說受苦進入榮耀 就沒有open eyes and burning hearts 沒有明亮的眼睛 你不准說受苦進入榮耀十字架 我告訴你 我們的港道仍然可以很有趣 很有吸引力 有沒有聽過一些猶太拉比的港道 很精彩的 他解釋一些事情 你想也沒想過 有沒有聽過一些熟悉的motivational speaker 那些勵志的演講 令到你心很震動 但是沒有用的 沒有了十字架 就沒有福音的大力 沒有了十字架 沒有復活的大力 沒有了十字架 你的眼睛 仍然繼續注目在地上的花花世界 所以你聽完那些motivational speaker 你心裡覺得很火熱 你火熱什麼? 火熱我明天上班 我和你捏過 我本來已經很失望了 我覺得很辛苦了 不要緊 我明天重新得力 我明天再和老闆捏過 神經病 你的眼睛完全迷糊 注目在地上花花世界 你的心思繼續流連在今生的名利 誘惑當中 耶穌真是白死 耶穌死以至你的眼睛可以明亮 你的心可以火熱 不是為這個世界 而是為上帝 為永恆的事情 路加福音第24章第31節 他們的眼睛開了 開了 他們的眼睛在伊甸園裡面 因他們的罪難了 現在他們的眼睛開了 是怎樣開的 因為在路上 耶穌和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解聖經 怎樣講解聖經 從舊約裡面說 所有的一切 指向他 耶穌基督福音的大動 使罪人 死裡復活的 但是他們的眼睛開了 他們的心 火熱 接著第33節 整個故事的高潮 於是他們兩個門徒 立刻起身 回去耶路撒冷 他們立刻起身 什麼叫立刻起身 立刻起身 立刻起身 No 英文是Rose 原文是Rose 但是Rose有兩個可能性 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起來 另一個是復活 他們復活了 他們因為耶穌和他們 講的福音查經 復活了 在那天哪個復活 耶穌復活 在那天哪個復活 兩個核眼心死的門徒 復活了 於是他們 U-turn 他們迴轉 回去耶路撒冷 他們悔改 他們的人生 會never be the same 他再不會回去耶路撒冷 我們下次 怎麼發達呢 耶穌死了 我們怎麼繼續發達 他不會再想這件事 因為他們意無反悔 從今以後 追求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 好 我講完今天這篇到的上半場 讓我用一分鐘的時候幫你總結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解釋為什麼我們的十二小先知 一定是要是未來報告 指向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 一分鐘之後 大家好 我是林木師 以下是一分鐘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的 кур Aww 報禮 一分鐘 一分鐘 一分鐘的 Kurz 一分鐘ntd 一分鐘的講到底 在以马五师路上迷路沉死 耶稣走近斥责 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地上的国度 今世的荣华 既看的见罪 更完美的赎罪制 也只是多余 他们无法明白经上所说 基督受害进入荣耀的必要 起了耶稣不离不弃 向他们施展复活神功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 一个下午的言经 竟让他们起死回生 眼睛明亮心里火焰 这福音确是上帝的大能 读完路加二十四章 我们明白 唯有死女复活的耶稣 施展他的复活神功 才能拯救核眼心死的罪人 让他们也死女复活 除此以外 别无拯救 我们需要耶稣一般的讲道 耶稣一般的解经 从纠约指向他受死进入荣耀 我想用三点去总结 和应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第一 摩西仲先知 见证主耶稣 第二 我现在说 作为上帝先知的年代 是北国以色列的末年 大约是公元前七百五十年 去到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 就是北国被灭的时候 跟着他应该没有死 他继续在南国那里 在犹大那里做预言 当时的以色列人 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历史 他们背弃也会说 他们去敬拜加南的假神偶像 结果引来上帝的怒火 以时上帝猜显了亚述国 施行審判 将北国的以色列 在公元七百二十二年前 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 是被亚述国所灭 当时以色列的属灵光景 就好像一个人妇 一个背弃了上帝的人妇 在盟约里面背弃了这段婚姻 说起这段婚姻 要我说这段婚姻 其实是从出埃及记开始 你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 上帝的大能的手 拯救了以色列人 让他们离开了埃及 离开了埃及偶像之间 去到西乃山上面 上帝给他们十戒 我们一想起十戒 就觉得上帝困住他们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十戒 代表了上帝他自己 上帝是他自己 上帝将他自己给他们 好像一个戒指一样 将他自己给他们 与他们纳约 在西乃山上帝迎娶以色列为妻 不过很可惜这段婚姻在抗野里面 已经开始破裂 很不容易四十年之后 去到加南的应许之地 希望搬了 入了新屋之后 以色列人会乖乖地 带我们进入 河西亚第一章第三节 河西亚去取了一个妻子叫做戈滅 戈滅生了三个儿女 儿子叫做耶斯列 我要懲罰 也要终结以色列家的皇朝 女儿叫做罗路哈玛 不再怜悯以色列的家 绝不赦免他们 第三个儿子叫做罗亚米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我不是你们的神 整个故事是一个熟灵的比喻 这里他生了三个儿女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河西亚的儿女 可能是和其他人生出来的 两个儿子一个女 每一个名字都带有 深厚的熟灵意义 第一个生出来的叫耶斯列 本来的意思是很好 叫上帝必栽种 但在《旧约圣经》里面 耶斯列也是一个上帝审判的地方 这里讲上帝必审判 第二个是女儿叫做罗路哈玛 意思是不蒙怜悯 上帝说我不会怜悯 这帮背弃盟弱的子民 第三个儿子叫做罗亚米 他意思是说他们非我的子民 因为他们拒绝与我一起敬拜 我自己 有趣的是在这些宣告审判之间 上帝又刺下另外一室 拯救的认许 我们现在读的 譬如说是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六 第八 第九节 但是如果你看看第七节 和第十节 那个通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帝一方面说我要审判你们 但另一方面也都认许 他必拯救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有人回转的话 你们不用抄家的 你们不用全部死掉的 将会有一个愚民 如果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 Look 我会为你们预备救恩 第七节 我却要怜悯由大家 使他们靠耶会说 他们的神得救 第十节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 必多如海沙 不可量 不可数 从前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 他称他们为神 永生神的儿子 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不明白的时候 你以为 好像精神分裂一样 一时一样 一时我很恨你 我一定会整死你 另外一方面 哎呀都没有了 我都很爱你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上帝和两帮人讲一句话 对于那些不愿悔改的人 上帝一定会审判 然后上帝和另外一帮人说 当你们悔改的时候 我会怜悯你们 我会让你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子 然后告诉他们 你们的人数必多如海沙 不可量 不可数 在这句句子的背后 其实有一个典故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你记不记得 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当阿伯拉罕 舍弃他的儿子 送给上帝的时候 当然没有杀到 有只羊代替了以杀 上帝这么说 他说 你既行了者是 没有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儿子 上帝说 我必起誓 我必多多次复及你 使你的后裔 大大的增多 如从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上帝向阿伯拉罕 认许他的后代 不可量 不可数 为什么 因为阿伯拉罕 愿意献上 他独生的儿子 如果你熟悉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想到 所有的东西 好像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 是吗 因为上帝没有保留 他独生的儿子 所以通过耶稣 以色列的人数会多于海撒 不可量 不可数 所有东西指向 神弱的耶稣基督 我们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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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由大人和以色列人要一同聚責 为自己设立一个头 从这地上来 因为耶列斯这日子必为大日 你们要称你们的众弟兄为阿米 称你们的众姊妹为罗哈玛 没有了个罗字 不是罗阿米是阿米 不是罗罗哈玛是罗哈玛 罗的意思是什么 之前不被联敏 现在被联敏 之前不是子民 现在是子民 一切从第十一节开始 有一天在遥远的将来 我会见到犹太人 犹大人 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 要相聚一次再次合一 如果那些属以色列人历史 你知道他们南北国已经分裂了很久 然后北国在河西亚事奉的年日 已经被灭 南国也很快会被灭 这里好像将来很远的地方 当他们秘劳回归 秘劳巴比伦之后回归 死灰会復燃 死而復生 然后以色列有一个新的国 然后他说 当他们聚集一堂的时候 他们会设立一个头 是什么来的呢 如果你不熟悉圣经 你不知道在这里说什么 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典故 在文数记里面 文数记说什么 你以前有听我讲的旧约 讲座的时候 文数记的题目叫做 抗野中的大判疫 文数记的主题是抗野中的大判疫 在文数记里面 以色列曾经设立了一个头 是什么情况 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 其实几个月之后 他们去到认去之地的门口 猜派了12个探子去探那个地方 问是不是流乃遇物 是不是好地方 然后10个人说 死了死了 我们打不赢的人 我们死了 上帝将我们带到这里 死在巨人的手中 只有两个人 基立和约书 说我们应该要去 这10个人当时的回应是什么 他们说我们要设立一个头 去做什么 带我们回去埃及 神经病 这个是那个故事的典故 他说将来以色列人会聚集 要设立一个新的头领 这个新的头领 不是好像以前的叛疫 以前的叛疫是要有一个头领去做什么 回去埃及去拜偶像 No 这个新的头领会带我们出埃及 去敬拜独一的真神 在哪日 你们会成为上帝的子民 阿米 Ammin 上帝的子民 在哪日 你们会叫做 路哈马 你们会得到上帝的联合 一切将会发生在将来 我们可以用五点 来追述何西亚书头三章的重要信息 我的五点是 慈爱与信实 不舍的大爱 这个是何西亚书整个的核心的信息 不是代表上帝不审判 很多人搞错了 何西亚书说什么 连淫妇上帝都会爱的 是吧 就是说上帝的大爱 大到无论你怎样 无论你怎样背起 我都爱死你了 没办法了 我就是喜欢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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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慈爱信 就不代表上帝不会审判 因为下一点就是 离弃耶和话 就是不是我的子民 不是我的子民 上帝必然追讨 必然审判 离弃耶和话 不是我子民 上帝叫他们回转 上帝不死的大爱 就是不断叫他们回转 直至有一班鱼种 他们回转 回转的时候 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会再立新手令 逃出偶像家 这个新手令要带他们不再去追求地上的假神偶像 而是忠诚的去敬拜耶和话 第四点 于是当你离开偶像之家去敬拜我的时候 你会永远为我妻 永生神儿子 最后慈爱我信实 回转迎君 上帝会为他们预备一个君王 而这个君王就是那个新的首领 这个君王会带领他们 离开这个世界的偶像 去敬拜 独一的真神 学习的书来三章第四节 第五节 因为以色列人必多日过着 无君王 无领袖 无祭祀 无处将 无以罚德 无家中神像的 生活 这个讲将来被老的日子 无祭祀 无处将 无以罚德 无家中 无神像 你想拜贾臣都没有 因为你已经再不在 应去之地 你已经在巴比伦的地方 上帝要将你的流放 不可以再给你们敬拜贾臣 这个也是一个无君王 无领袖的时候 因为你的国家会被灭 北国已经被灭 南国也都会被灭 再无君王 要等上帝 赐利一个新的君王 新的首领 他们要等待天国的 来临 接着第五节 上帝的天国 一定会来临 后来 以色列人国必归活 寻购夜活话 上帝会为他们 预备一个 贪门的王大卫 这个讲的不是大卫死里复生 大卫已经死了很久了 是讲的 大卫有一个后裔 成为上帝的救主 上帝的君王 他说有一天 经过了秘魯之后 上帝会带你们归回 你们要等待上帝 为你们预备一个真正的温望 凡敬畏上帝的 必领受上帝的救恩 你要领受上帝的救恩 你要悔改 你要回转 你要敬畏耶和华 头看下书第六章第一节 来 我们归向耶和华 整本何世下都是叫你回转 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 打伤我们也必包扎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过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传活 我们要追求认识 叫我华 你读你不明白的时候 你都觉得上帝都是精神分裂 一下刮你两把 然后刮完之后 哎呀好惨 我又医治 带你去看医生 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何西亚先知所处的以色列国 好像一个病入高方 中了邪的怪兽人一样 圣经上帝本可以将这个最大恶极的以色列 一举千变 一把火烧了他 不留如种就是对的了 但是上帝的慈爱信实 让他不离不弃 上帝誓要医治 拯救这个罪孽深重 面目全非的怪兽人 上帝怎样去医治他呢 怎样去拯救他呢 做手术 颠疗 花脸 上帝猜遣亚术国 猜遣巴比伦国 灭他们的国 让他们秘老巴比伦 上帝要做清除癌细胞的工作 以致当中这个身体里面 还有好的细胞可以重新的生长 上帝最终的目的 是要这个怪兽人 死女覆没 成为一个真正认识上帝 拥有上帝形象的一个儿子 这是我写的比喻 谁是怪兽人 教里面的以色列文就是那个怪兽人 谁是真儿子 新约里面的灰改回转 梦神救赎 在耶稣基督里面教会才是真儿子 上帝要以色列人 从旧约那个怪兽人 变成新约里面 真正将耶稣 将上帝的教会 上帝怎样去做这个工作 将他们身体里面的癌细胞清除 谁是癌细胞 所有敬拜假神 贪爱世界 拒绝回转的叛逆罪人 这个是癌细胞 上帝必然审判 上帝要将他们完全不留情的铲除 谁是好细胞 好细胞就是回转背改的人 回转背改 抛弃偶像 背起十字架 跟随上帝天国的人 是上帝的好细胞 上帝要清除癌细胞 上帝要培育新的好细胞 以至出来的是上帝真正的儿子 所以我们问的时候 我们问我们自己 我们属于癌细胞还是好细胞 我们是贪爱世界 死都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偶像 死都不愿意敬拜真神 还是我们愿意真正的回转背改 去服侍独一的真神 这一切都是一个预言 是一个未来的报告 在十字架的君王耶稣 祝基督来临的时候 这一切的预言将会成真 所以最后 何西亚的未来报告 我写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慈爱信实 应许变成真 不信主耶稣 不是主子民 跟随十家主 逃出偶像监 永远为主妻 教会是基督的妻子 永生成真 永远为主 最后 慈爱和信实 悔改 刑救主 我说完吧 可以用一分钟 去总结 何西亚书 如果你前面听不明白 希望你听得明白最后这一分钟 大家好,我是林牧师 以下是我一分钟 河西亚的讲道 不过以色列末年 河西亚奉命 娶淫妻歌灭为妻 淫妇歌灭为妻 他从淫乱生了三个儿女 耶斯烈必被审判 罗路哈玛不蒙怜 罗亚米非我指民 那是以色列的熟灵光景 然而你们要来 归向耶路华 他撕裂也必医治 他打伤也必包扎 他撤除摧毁癌细胞 他保护栽种好细胞 罪人要回转 要认识爱慕 服侍耶路华 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活后上帝必兴起大位的后裔 简选的君王 救主耶稣基督 犹大和以色列要聚赠 逃离偶像之都 敬畏耶路华的必在十字架下 领受恩惠 蒙他怜悯 作他指民 忠心跟随 这才是神的慈爱和信实 不舍的大爱 应许最后终于成真 最后我想用三点去总结 形容荷西亚书 慈爱和信实 不舍的大爱 阿米 在路哈马回转 作指民 必须要回转 最后十架真君王 领文 弃偶像 愿我们成为上帝真正的指民 我们是基督 我们天父 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尝试去 回想过去一年 我们所学习的东西 我们真是挣扎 我们记不住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有太多的东西 我们不明白 最后帮助我们 就算我们没办法 记得当中很细微的东西 帮我们记住那个大图画 所有的故事 都是耶稣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 都是罪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 都是旧熟的故事 所有的事 都是你通过十字架 帮我们逃脱 审判 死亡的故事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眼睛明亮 心里火热的教会 叫我们冒要传斗 无论得是 不得是 叫我们爱慕 耶稣基督的福音 跟祂一起同死 同复活 成就 你在这个时代的心意 多谢你 我们这样祈祷 是奉祈耶稣基督明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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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